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海洋堂Amazing Yamakuji 鋼鐵蜘蛛人與鋼鐵蜘蛛人BLOCK version 之前才說Figma的炭治郎是我這幾個月玩過最爽的可動玩具 但三口大神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直接證明了Figma不過兒耳 而且這隻鋼珠是三口嘗試轉型 不再依賴轉輪球跟斜切 單純靠普通的球關與制式關節連結 在維持同樣高可動的情況下 讓把玩手感更親民形象也不再那麼扭曲 並且經歷了像鋼鐵人戰爭機器關節過於繁瑣 小丑女Wonder Woman不夠三口特色 機堡關節出場就烈等轉型陣痛後真正極大成的作品 所以這隻的把玩爽度是真的高結構也耐超 而且不再那麼局限於所謂懂行的玩家 一般人也能扭得很開心 所以我個人是相當推薦 鋼鐵蜘蛛人與block version內人物一樣 包含本體 替換手型平手 撐地手 射蛛絲手各一對 鋼鐵蜘蛛爪每隻各四根 蛛絲兩根 擴充零件與額外轉輪球若干 磁鐵配件一個 制式支架一組 雖然說兩隻的差異只在於換色 但實際上這兩隻是不同的角色 紅色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內戰版鋼鐵蜘蛛人 也就是現在湯姆霍蘭德版鋼鐵蜘蛛的設計原型 而黑色版是麥爾斯蜘蛛人的叔叔 也就是蜘蛛人新宇宙裡面的潛行者 裝著而成 所以兩隻是不同角色 不同時期 甚至連宇宙都不同 當然設定很豐滿 商品就是換色兼用 除了配色之外 連配件都毫無差異 而兩隻主要差別在於販售方式不同 紅金版是一般販售 所以價格相對便宜 但黑金版是海洋堂官網與直銀店限定 訂購時折數少 成本高 所以海外玩家拿到的價格高到令人髮指 這基本不是好現象 希望海洋堂不要白吃閒的沒事就來這套 雖說海洋堂商品不吃塗裝 但連這麼單純的眼睛也能塗出戒 其實挺尷尬的 而這次大家最關心的話題就是 紅色塗裝 會不會像鋼鐵人一樣吞色出油變年 整隻變垃圾 比較之下 紅金鋼豬用的7只是單純的亮紅色 跟鋼鐵人的烤漆紅不太一樣 摸起來手感也不相同 鋼鐵人是全新品的時候你摸它的表面就會感覺到有點黏手 而鋼豬呢表面是相對滑順的 反而是黑金版我比較擔心 它是黑色塑膠成型色表面上亮光漆 而那亮光漆變質的機會還比較大 不過這都是純猜測 實際怎樣還得靠時間去印證 這隻的另一個特色是肌肉細節的雕塑相當優異 搭配紅黑亮面配色與金色裝甲點綴 又不像Joker那樣西裝造型被關節切得四分五裂 算是在不失三口風格的情況下更親民普及的商品 而三口轉型後的優點就是終於有能看的基本站姿了 不會再像當初斜切時期只能角度限定 換個側面就動作歪七扭八 或是轉輪時期站直就會看到一堆轉輪球外露或是身體布滿不合理的空洞 整個寬部與屁股也是一個非常莫名其妙的造型 新版在體態方面就顯得自然很多 鋼鐵蜘蛛招牌的鋼鐵爪當然是這次的主打 而且這爪子還是魔改過的 原作漫畫裡的爪子可沒這麼大根 外觀也相對簡單 當然大爪子的好處就是看得爽 但也有相對關節支撐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這隻的本體是可以扭得很爽沒錯 但爪子的強度必須靠自己補強 不然很容易軟乾脫落算是硬傷 爪子的外型很優秀 高科技與殺傷力並存的設計 尖端刺到扎手 金色塗裝存在感高 不過這些機械結構都只是外觀裝飾 實際上的連結跟可動都是用轉輪球 瞬間有點露掉 然後紅黑兩板的爪子塗裝完全一樣 連深淺差異都沒有 這點我覺得偏偷懶 四爪是用額外零件的方式把原本下方的單孔 擴充成兩孔 不管是一盒就給了四根爪 還是從三爪升級成四爪的額外設計都非常抓人眼球 並且巧妙對到了玩家的期待 而實裝後華麗感爽度倍增也很加分 當然相對的爪子變多了 背後的負擔加大 關節容易變鬆的問題會更明顯 所以把玩上 煩躁感會更重 當然爪子都是用轉輪連結 然後還附了額外的擴充零件 負數購買又能多爪子 所以不只四爪 你要八爪12爪都是接得上的 爪子要加長要延伸也都能自由發揮 蛛絲是新開模跟普通蜘蛛人是不同的造型 外觀噴射感比較重 一隻給兩根也算有誠意 這次給的磁鐵也跟普通蜘蛛不一樣 是比較大顆磁力比較強的新版 所以不管是本體三爪四爪都吸得蠻牢 不過背後爪子越多會越妨礙磁鐵的空間 玩起來不是很方便 最後是Amazing Yamakuchi的制式支架 但這次的支架不知為何怎麼鎖都鎖不緊 加上四爪鋼珠很重 所以支架完全無法撐起鋼珠浮空會軟乾 在擺動作上幾乎無用無之地 這設計蠻白癡的 比較的部分 左邊是早期Toybeads的6吋鋼鐵蜘蛛 算是老稀有品了 不過這版也有烤漆紅變年吞色的問題 相比之下海洋堂這版優勢就大得多 身高也是正統的6吋 而跟Amazing Yamakuchi最早期的蜘蛛人比較 就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站姿之下 剛做的體態不管是肩膀還是寬部 的確都好過蜘蛛人非常多 這就是三口轉型後的效果 而且不只外觀好看 把玩流暢度與直覺性也是天與地的變化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那兩隻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用交叉的方式來呈現 那這隻可以很明顯看到就是他的肩膀 然後手肘 膝蓋 腳踝的部分還維持轉輪球 其他的部分都已經改用球狀關節 那這隻也沒有像Cable球關被撐裂的問題 所以像寬部的可動非常扎實 所以在可動設計上也是前面擊板失敗之後的一個極大層的商品 肩膀部分是轉輪關節連接身體部分是插銷 那連接肩膀的這個部分是一個球關 所以關節可動不用懷疑他可動非常的高 那當然在特定角度之下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隙這一點沒辦法改 那除了轉輪關節之外他的這一個 肩膀這一塊連接身體的部分也是一個可以前後調動的球關 那如果你在開合的時候發覺這一個關節你轉不太動 那是因為他的漆有點黏住了 那用吹風機吹熱之後再去扳他就可以把它扳鬆 所以在轉輪球加上這一個肩膀前後的可動的情況之下 他整個肩膀可動不用說是相當優異的 而且他的這一個設計也剛好可以貼合他的肩膀 所以從各個角度看到也不會破弓 甚至到背後的一個擴兇的一個可動性也都沒有問題 手肘同樣是轉輪球 然後連接上臂的部分是插銷 連接下臂的部分是球關 所以手腕可以直接做到對折可動 上臂平面迴旋就是轉這一個球關的部分 手腕是小顆的轉輪球 脖子連接頭部的部分是一個二重球關 再加上他內部有一個內襯 所以可以遮掩他可動的時候前後露出的縫隙 再來他脖子的部分也是一個球關 那他這三個球關取代轉輪球之後 所以可動上非常的靈活 可動往前中二感十足 往後你要做一個飛天浮空的姿勢也沒有問題 轉頭扭頭動態感十足 腹部同樣也是用球關取代轉輪 所以他是二重球關的可動 那往前的可動非常優異 是這樣子 往後可動也不差 轉腰 扭腰 那不管是金色還是黑色紅色 他上漆都還蠻牢固的 所以大動作的扭也不會出現刮漆掉色的問題 那如果你在把玩的過程當中發現了 這一個 關節他鬆脫了 那正常情況他的這個插銷連接身體的部分 應該是要黏死的 但是可能是他沒有黏得很緊所以 會有鬆脫的情況 我兩隻都鬆脫 那這個鬆脫其實對把玩性來說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覺得 常常掉很麻煩的話就再把它黏回去就行 寬部也是很單純的球關連接前跟開 然後再加上有一點點斜切觀念的一個 大腿平面迴旋 那這一個寬部的一個球關鬆緊度是真的夠 我玩到現在從來沒有崩開過 然後他的這一個內褲的部分是軟的 所以完全不用任何斜切單純的大腿上台的可動性 就已經有差不多90度 那如果你大腿上斑之後 然後再轉斜切的話 他上台的幅度也會更大 那如果再加上腹部的可動 那就完全可以高踢 所以蜘蛛人的各種開腳動作 蜘蛛蹲 然後跳躍的動態 統統沒有問題 膝蓋是一個 轉輪球關節 上下全部都是插銷 可動也相當漂亮 再來就是他的這一個部分是用一個小轉輪球做連接的 所以你在可動的時候也可以稍微往上扳 來遮住他的一個 關節的部分 那他還有一個隱藏關節 就是黑色部分連接金色部分 這裡面也隱藏了一個轉輪球 所以在膝蓋可動的部分呢 如果你連這個轉輪球一起用上的話 是可以做到近乎對折的 而這個膝蓋的部分也不只是前後可動 他也可以做左右微調 來增加一個就是在擺動作時候的一個 動態感曲線 腳踝是轉輪球 連接小腿的部分是插銷 那連接腳掌的部分是球關 所以前後 旋轉 接地 這沒有問題 腳掌可動 三口商品比較大的問題是他沒有辦法力證站好 但是開腳 接地你要多大就有多大 而且他的開腿是直接往外搬就好 不需要再多一階斜切 所以他的開腿的可動性比當初的血之珠還設計的更好 高貴之 標準 鋼鐵爪的部分連接身體的部分是一個轉輪 再來這邊一節轉輪 兩節轉輪 三節 然後因為是轉輪所以通通都是可以左右旋轉的 再加上像這一節也是可以 再用一個 反方向的方式來呈現更多的動態 是這一段 你在大動作擺設的時候他的這個轉輪球很容易自己就會退出來 然後 莫名其妙的就會掉到地上 所以這個部分是你在把玩的時候要一直去注意他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行用快杆 白膠之類的加固他 那安裝上鋼鐵蜘蛛人之後呢他主要的可動性就是靠這個左右旋轉 再加上轉輪的上下 再加上他爪子本身的這一系列可動 那依照把玩經驗來看上面這兩爪的這兩個旋轉部分的一個支撐力是夠的 容易出問題的通常都在下半部 這一個部分的一個旋轉的左右擺盪會變得很嚴重 你剛拆合的時候他可能還可以支撐 但是玩久了 基本上就會變得鬆脫 那很遺憾的就是四根爪子模式的這一個擴充零件 他也是接在這個比較容易鬆脫的下半截 所以這一個擴充零件他就必須面臨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他這轉輪球能不能撐得住兩根爪子的重量 第二個就是他的這一個 插銷能不能撐得住 第三個就是這一個部分的一個結構撐不撐得住 那很遺憾的就是這三個部分都是屬於一開始可能鬆緊度還夠緊 但是玩久了就會陸續鬆脫的一個狀況 所以快幹或白膠來穩定他鬆緊度是一定要的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前端容易掉的問題 所以他的這一個爪子的設計的確 強度是不夠的 那當然轉輪球已經是業界數一數二耐操的 如果讓其他廠商做這麼大隻的爪子 然後來用這種結構撐的話 大概斷裂的風險會很大 但你就是要忍受就是他鋼鐵之珠本身 很好扭 但是他這四根爪子就很相對煩躁 結論優點就是進化後的三口可動 操作上更直覺更親民 而且景深衣外觀也好看不割裂 鋼豬本身也是人氣角色 所以以往覺得三口很難玩的玩家建議可以回鍋嘗試看看 但缺點也很明顯 就是鋼爪太滑中取寵 最後敗在關節鬆緊度這點上 而最大的問題在於價格太高 紅金版8700日幣其實定價就已經夠高了 黑金版海外疊加後的成本價格更是直衝快3000台幣 這都不是能隨便買來玩玩的價格等級 所以對於原本就是三口粉的我來說這隻玩得很爽很推薦 但對於不擅長玩可動玩具的玩家來說 就要自己考量荷包深度了 以上就是本次海洋湯Amazing Yamakuchi 鋼鐵蜘蛛與Black Version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站 喜歡阿姆的文章請記得訂閱阿姆的文章 阿姆的文章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